好了,我們慢慢開始好了 然後,各位如果到我們的課程網站的話 點了這邊就會進去 然後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就是 一開始我想跟大家review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講過的一些東西 機率密度、脂肪圖這些基本的統計的術語 然後接下來我要 跟大家說一下機率分佈的應用方式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用一個實際的案例講一下 我們所謂 機率分佈大概分兩種,有一種叫實證,有一種叫理論 所以我們今天會把這兩樣東西cover一下 這樣的話你基本上就把機率的部分 講完了,其實有一部分統計的概念也已經融入在這裡面 然後 然後 大家先不要管這,剛剛我們要開始講的時候就會 pick up 到了 我們今天有兩個 不一樣的筆記,第一個是這個 課堂筆記,課堂筆記跟之前一樣 就是大家已經用慣了的這個課堂筆記 另外一個東西的話是 各位以往沒有見過的事實上是一個 這是另外一種的筆記 但是這種筆記的話它裡面會可以互動的 好比說像 我可以調整這個來量機率 然後我可以把 好比說我可以把平滑曲線 取消啊 脂肪圖取消啊 脂肪圖畫上來啦 然後 有很多很多可以調的參數是可以直接在面板三門洞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種 R的筆記形式 那我們今天會利用這個東西給大家做一些 實況模擬 OK 好然後 好的所以 基本上這是 今天我們要講的筆記還有一個 互動模擬的程式 然後這個禮拜 當然我們的檔案還是在我們的雲磚資料角 現在是Uni06 所以過來看的話它會看到 大概是兩個file 一個是那個PTT file 另外一個就是zip file 跟之前的用法一樣 你把它zip下來就可以了 放下來之後你會看到 你解開了 一樣 by now你應該已經有一個類似像這樣的資料夾 對不對 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把zip file放在這裡解開 你會看到裡面這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開始上課的時候會先從這個 RMD這邊開始講起 這樣子 OK好 所以 各位先不要去點這個 fax.rmd 這個fax.rmd就是我拿來做那個 剛才不是有一個 看起來還蠻酷的這個好幾個頁面啊 然後 裡面的圖都會動的這個 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它的程式 你看我們做一個這麼複雜的東西啊 裡面還有YouTube可以放啊 然後啊 有圖啊 有程式啊 那 這個東西你寫一寫差不多200行的R的程式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R的威力是什麼 威力其實蠻大的 好了所以 額 各位進來 如果已經把檔案下載下來的話那 在RStudio這邊 我建議大家先做這個事喔 因為我們現在要用uni06.rmd嘛 對不對 把uni06.rmd打開這樣 然後把它knight一下 OK 把它knight一下 因為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用到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 套件叫VCD的套件 然後它裝起來會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你現在knight然後把它擺著讓它跑 OK 好那我們大概 講了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啊我說 我今天啊在 講今天的內容之前我想要先review一下我們上次的這個 好一些內容我講課習慣都是這樣啦 有個連貫性這樣 那上次我們講的機率 然後講了很多機率的這種專有名詞 那事實上 後來我們還出了一個有講徵答對不對 然後有講徵答那個答對的人是在這邊的嗎還是在另外一邊 不在這裡那應該在另外一間這樣 我們講了直條圖我們講了直方圖我們說 我們說 直條圖跟直方圖是我們要看一個變數的分佈對不對 是嗎 對嗎 所以 我們之所以要用變數 是因為比較好算對不對 在數學裡面嘛我們有變數比較好算 可是 可是在機率裡面我們講的變數一般我們說它是隨機變數 就是這種變數跟我們一般數學裡面那個值不太一樣 它的值不是固定的 它的值有一個隨機性 對 那如果它是類比的那原則上 因為它的值不是固定的那我們還是要 我們要怎麼運算它怎麼描述它 對不對 第一件事你要算它之前你要先看得到它對不對你要知道它是什麼樣的分佈 它的數值在變化 但它的變化基本上有一個pattern對不對 它的變化有一個模式 Right 那變數有兩種 那 我稍微更正一下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說有類別的啦然後有數值的 其實這樣分不太好 我們應該把它分成是連續的跟離散的 然後這個 離散的變數的話就是 基本上它有一些類別 有一些分類 每個分類有個數量 所以原則上 它其實比較簡單我們其實只用直條圖就看得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直條圖嘛我們把每個分類的數量算出來 那原則上 如果我們關心的是一個族群內的 假設這是一個族群裡面它的這個數量分佈 然後我們抽樣的時候 假設每個人抽到的機會都一樣 對吧 所以這個抽樣而來的這個隨機變數呢 它的分佈就會跟 這個 我們的目標族群裡面的 分類數是一樣的嘛 所以這是直條圖假設它是離散的就是這樣 那我之所以說不要講它類別 要講它離散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有一種數值它也是離散的 我們今天就看到了 像是二項分佈啊 對吧 我說二項分佈它是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那 它沒有那個半次的沒有那個1.5次的 不會發生只有1.15次不會這樣 所以它很算是數值它也是離散的 對吧 它沒有連在一起的 沒有連在一起的東西應該就是用紙條圖 去看它 然後 那直條圖其實 我們說如果萬一那個變數是連續的 那連續的話在 我說是連續因為它總有一個範圍 變數在變 總有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通常叫做support support 然後 那它在這個範圍裡面動 可是問題是因為它是連續的 所以它的類別是無限多的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數的區間裡面 可以有無限多的點 是嗎 所以我們去看單點 基本上都沒有機率 對不對 那 怎麼辦呢 我們要看它的機率分佈 我們只要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切成一段一段的 這就是直方圖的由來 它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然後一段一段的去統計它的頻率的話 就是這邊的這個做法 一段一段去統計它的機率的話 那就是這邊的做法 對不對 所以我說啊 你看直條圖直方圖 然後看 離散跟連續的這個變數呢 你總共可以分作 有 其實這邊總共有四類 對不對 那 直條圖的這個Y軸啊 它可以是次數也可以是機率 是不是 對嗎 然後 直方圖的Y軸呢 這邊也是次數 這邊也是次數 可是這邊它就會變做密度 它不是 它不是次數 也不是機率 它是機率密度 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看到它寫那個 寫作業 看你們答那個有講問答 我就知道你們對機率密度好像沒有弄清楚 一般我們講密度 我們講人口密度 我們會說是在每一個平方公里有多少人對吧 是吧 我們講PM2.5的密度 我們講一個 可能是一個立方公尺裡面有多少PM2.5的顆粒 是吧 所以所謂密度 是在一個空間裡面的數量 所以什麼叫機率密度 機率密度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每個欄寬所承載的 每單位欄寬 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只有一個變數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變數只會在 在這個X軸這邊移動 那X軸它有 因為它是數值啊 所以它其實是有單位的 是吧 像這體重這可能是公斤是嗎 所以啊 密度的意思是 這如果是公斤的話 它是每一公斤所承載的機率 這樣 對吧 那假設這是 不是體重是身高 那基本上就是每一公分所承載的機率 所以密度的意思是 你密度必須要乘你那個 那個空間 然後才會變成是機率對不對 所以直腸圖你一畫的時候 假設像這樣 因為它每一欄是5嘛對不對 所以這一欄是5 然後你如果看 你這邊看的話 從這邊看它的密度是0.069 對吧 從55到60之間 它的密度是0.069 正確的講法應該是說 從55到60之間 對吧 每一公斤 每一公斤 的機率是0.069 所以這一根 這一根整個的機率其實是0.09乘以5 你要看 脂肪股裡面的 一欄 那這一欄的機率必須要是它的欄寬 乘上它的 密度 才會是這一欄的機率 這樣了解嗎 對吧 我要是問你說 體重落在55到60之間的機率 那你基本上是要算 5乘以0.069 才是機率 OK 這樣了解了嗎 然後 然後 假設我要問你說 55到60之間每一公斤 它有多少機率呢 那基本上就是0.069 對不對 對吧 那如果 如果要問你整個 你就要把它盛起來 這樣知道嗎 你這樣盛起來之後 這些每一根加起來的面積會正好等於 多少 對吧 我說你如果用這樣的方式把這個 脂肪圖裡面的每一個藍這樣 機率算出來加起來 它會等於 對它會等於1嘛 那你們怎麼這麼沒信心啊 因為 因為這是 這是這個體重能出現的所有的可能的值不是嗎 它的所有的可能的值的機率加起來應該是要等於1的呀 對吧 如果它不出生在這裡就表示它的support不是在這裡而已 還更大一點 假設有人是 這一般的人這個身材還蠻好的沒有那個很重的 假設有那100多的 那support就會跑100多系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把整個support上面所有的機率把它機起來 它會等於1 這樣才叫機率密度 所以 所以 想清楚因為我們會再用這兩個圖啊 你看這兩個圖的時候 假設沒有搞清楚這些事情就很容易搞錯 事實上你也要知道這樣 然後上個禮拜那個 作業你才做得好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那我把脂肪圖跟資料圖做一個比較 詳細的比較 資料圖是離散的 然後脂肪圖是連續的 我說它的底 然後 類別就不一樣 離散的包括類別包括整數 對不對 然後連續它基本上就是 一般連續的數字 那 資料圖在這邊呢它可以顯示機率 可以顯示頻率 那 可是 直方圖它沒有辦法直接在這裡顯示機率 其實直方圖有一個case它會正好顯示的就是機率 什麼時候直方圖的歪軸會是機率 什麼時候直方圖的歪軸會是等於機率 剛不是講過嗎 機率等於機率密度等於藍寬 所以什麼時候密度會等於機率 對呀你藍寬等於1的時候它就正好是機率 這樣聊吧 對吧 那 好啊所以基本上 直條圖沒得調 它藍寬沒有意義的 對吧 你要畫多寬就多寬你可以只畫一條線也可以 是不是這樣 因為它那一類別就那麼大 那 直方圖的藍寬可以調整 而且直方圖很討厭你改變藍寬的時候 它這個 直方圖的形狀會變來變去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 這是直條圖跟直方圖的差異 因為直方圖事實上不是用來 表示 分佈的一個好方法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OK 之所以有直方圖是因為在以前 畫圖很困難 是不是這樣 以前人要畫的圖 他是要自己用手畫的 你知道嗎 他 很難弄這樣 所以事實上它應該是一個歷史的 傳統 傳統這樣下來 漸漸的大家 也比較容易了解 所以就一直用 但是今天我們會教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連續的機率 分佈函數 會比用直方圖好 好得多 這樣子 等一下 大家就會看到 等一下就會看到互動那個東西 你們就自己操作了 然後 我也剛剛講過 我們之所以 要有變數是因為我們要計算 對不對 那萬一這個變數它會動的話 我們就只能用它的分佈來做計算 假設你沒有辦法描述分佈 隨機變數它就會動 然後 它會動來動去 那你要怎麼算呢 你如果不用它 你不把它分佈用數學式子寫出來的話 你沒辦法算 是不是這樣 是為什麼我們 學機率的時候機率分佈會變得這麼重要 對吧 對吧 我們 學機率統計我們講變數之外 我們講隨機變數 這個數它是 沒有固定的值 它會在一個範圍裡面用一種pattern在改變 那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變這個pattern寫成一個 叫做分佈 然後用一個數學式子來代表這個 這個分佈 因為它是數學式它就可以算了 是不是這樣 那 現在來講r 在r裡面我們就是說我們用一個向量就可以代表一個變數對不對 這個變數在變來變去它有很多值 沒關係我們跟向量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物件 是不是這樣 然後 事實上等一下你就會看到在r裡面一個分佈 它也是一個物件 我們把這個向量拿去算一算 把它轉一轉 就變成是一個物件 就像是你把一個數字拿去畫直方圖一樣 是吧 所以 我們這個課程在教我們會跟 傳統教統計機率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於 我們要讓這種 本來很難捉摸人看不到這些隨機變數 我們要讓你看得到 還是摸不到 就是看得到 你還是很容易可以看到它 你很容易看到它你就比較容易理解 否則以往大家都用數學的公式在寫 在做 在教育這些機率統計其實是 不容易上手的我覺得 好 有了這個之後我想要 在我們真的進入這個課程之前我想用一個圖來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 分佈的三種 不一樣的 你可以說它是兩種或者三種不同的分佈 然後這個分佈再用起來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比較早的 而且 各位以往如果在大學修過機率統計 在塑液修過 比較早期的這種 統計基本上是數學推理 好不如你們上過Datacam的課對不對 他講的這個binomial distribution binomial distribution一開始 一開始做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時候 那個數學家並沒有在 那個白隆利並沒有在那邊一直投銅板 他是用數學然後硬算把它算出來 數學要很厲害啊他知道說 你給我n給我p 然後我就可以算出來 成功的次數的機率分佈 對吧 是嗎 注意注意聽喔我剛剛是講說 他不是算出來說你給我n給我p我算出一個答案 他不會是一個答案因為他現在是隨機的有機率在裡面這樣 所以他算出來會變成一個分佈這樣 對吧 來 來 那 理論分佈有很多種 我們今天會介紹還蠻多種 如果各位Datacam課已經上完 你看他第四節的時候還講了 常態分佈 Boysong Boysong 我還是念英文好了好不好 就是那個有一個 有一個分佈叫Boysong 的分佈這樣 然後有 二項分佈 還有Geometrics對不對 幾何分佈 所以你看 有很多分佈 那基本上 這一類的我們叫理論分佈 它事實上不是實證的分佈 是吧 好比說我們二項分佈就是你投資 如果一件事件成功的紀律是N你重複實驗N P然後你重複實驗N字之後 會成功的次數的分佈 這個叫做 二項分佈 Geometrics是什麼 Geometrics各位還記得嗎 課程裡面有教的 他說什麼有人可以講一下嗎 我馬上學就馬上忘記 很容易忘記對不對 忘記是正常的 可是現在有地方可以查 忘記你要查 重點在這裡 以前的人你要真的記這些公式 現在記公式已經沒有用了 已經有Google 在R裡面更好 你只要記得它叫什麼名字 因為這樣就可以 是嗎 所以 集合分佈是什麼意思 集合分佈是說 如果有個事件成功的機會是P 對吧 然後我一直做這個實驗 在成功之前 的失敗次數 的分佈 叫做集合分佈 這樣聽得懂嗎 聽不太懂對不對 就是說 你用 這種數學理論雖然它很精準 但講出來通常都人聽不懂 是不是這樣 我剛剛沒有講錯 我剛剛沒有講錯一個字 我剛剛是說 什麼是集合分佈 它是如果有個事件 的機率是P 那我一直重複實驗 然後 實驗到我成功 第一次之前的這個次數的分佈 叫做 集合分佈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waiting time 這種等待時間的概念 是吧 你要換聖 要等多久 你才會等到你的聖呢 對吧 這個講這個有點太痛苦 你去那個 你去超商買東西 你要等多少個人才會 才能付得到賬 是不是這樣 所以事實上這些理論分佈 都跟實際有個連結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bosong 那個 到底中文是什麼 普阿松嗎 還是普瓦松 蛤 柏松嗎 好我們剪短的 就是講柏松好了 所以這個柏松分佈它是什麼意思 他是說啊 他是說啊 如果每一個單位時間發生的機率是p 然後再 多久 好比說 每一秒鐘它 其實不一定是單位時間 所以每個單位裡面發生的機率是p 好比說 每一個營隊裡面 每一年被馬踢死的人 這是真的啦 因為一開始講柏松的時候 大家都是講這個意思對不對 你們看教科書他是不是都講這個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聯隊裡面 一年被馬踢死的人數 然後他的分佈 那 一個柏松 的分佈是說假設一件事情的 其實應該是說微小 那個 機率很小的事件 你不知道n是多少 你知道p而已 你知道說每一年 你不知道 有多少 因為馬會踢很多次一年不是嗎 你正常有人被他踢死 這個n非常大 然後p非常小 所以因為n很大p很小 你也不知道n有多少 你知道n乘以p乘起來 那個期望值是 就是 一個值這樣 你只有這個期望值 那個期望叫n乘大 那如果一年是這樣 那10個聯隊 會發生多少 會被踢死多少次呢 這個東西你就是滑上 所以其實所有這些理論的 數學的理論的分佈 他都跟實際有一個連結 一個東西是在連結說 機率p的事件然後一直重複 做n次的時候的次數 那有一種情況是 如果n很大p很小 你算不出來那個n到底有多少 好比說 足球賽的進門次數 這樣 那一場他會踢很多球不是嗎 對不對 然後 n很大你n多少你也不知道這樣子 你只知道平均而言 他一場會進多少球 對不對 像這種 類似像這樣這樣的事 就比較 就很適合用滑上 來 對吧 所以 然後 如果你知道 這要機率也知道n 這樣 你就比較喜歡適合用 by normal by normal 然後 如果是你要算那個等待時間 我剛剛講的那種 你就比較算 比較適合用 集合分佈 Right 所以 以往的機率基本上是這樣教的 基本上從數學推過來 然後跟你講說這個數學的東西可以用到哪個方向上去 然後 近代的這個 現在我們在比較現代我們學機率統計 我們會加上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一種是程式模擬 因為是這樣 你要做數學推論 你其實是假設說你都知道分佈裡面的參數 我們剛剛講到WaSong裡面的Lambda 然後這個集合分佈裡面的P 或者是這個Vanomio裡面的 N跟P 這個叫做分佈的參數 一個分佈就是一種形式 給它不一樣的參數跑出來不一樣的東西 數學教會很厲害 你要給它參數就算出來 那這樣做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萬一我那個事情要是 我要是不知道它的參數的話怎麼辦 所以你怎麼知道它的參數是多少 不是這樣嗎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有時候 尤其是我們在商場上面 那個分佈的情況其實是很複雜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一個例子了 隨便 尤其是現代社會我們不是講M型化社會嗎 等一下你就看到M型化的分佈長什麼樣子 那種分佈基本上沒有任何一種數學推理的事實可以對得上 萬一你要研究的那件事 對你而言 這種事在實證上一直發生 如果你真的去做實驗去觀察 你就會發現到那種 哇怎麼好像沒有一種理論分佈是跟我是match 發生這種事的話 你要怎麼辦 我們現在在數學裡面可以做模擬這樣 雖然我沒有辦法有一個詳細的數學運算 可是因為現在靠電腦很快的運算速度 我們就可以用模擬的方式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DataCam的課我是說它很重要 它事實上一開始就教你用模擬 只是它的用法我覺得有點問題 它是讓你從這個理論分佈裡面抽東西出來 然後算一算看看結果跟這個理論分佈有沒有一樣 我再講一遍 它整個課程都在教你說怎麼樣從理論分佈裡面抽一個樣本出來 抽出來之後再算一算看看這個結果有沒有跟理論分佈一樣 怎麼可能會不一樣 不一樣就包了不是嗎 不一樣你這個 可能過去兩百年的這個科學歷史就都不見了 不會不一樣 所以事實上做模擬的目的 絕對不是要驗證看看說理論分佈對不對 這一種方式做出來的方式 我說這種方式determinant 就是說你原則上是用數學推出來的 這個沒有隨機性 它對了就對這樣 它不會不對 不對一定是你自己不對 不會是它不對 因為這種東西我們說它有絕對的 validity 數學推論 它跟機率的不一樣 它不是機率推出來的 它是數學演繹出來的 用數學演繹出來的只要假設對結果就對了 不會不對的 所以這個結果其實我們做模擬通常都不是為了要驗證那個理論分佈對不對 它只是讓你練習一下這件事 可是那種做法 可是那種做法 在我們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會借用這種科法去處理一些 我們在實證上看到的 然後你也不知道它符合哪一種分佈的 那樣子的商業行為這樣 商業行為裡面這一大堆都是這樣 有時候你透過一些實證的數據裡面看到一個分佈 看到一個數量分佈 我們等一下今天就會教這樣 你有兩種態度 有一種態度是說 我如果覺得 或者我有理由相信說它是某一種理論分佈 那我會教你們說怎麼樣找出它的參數 我意思是說 我們會教你兩個方法事實上 第一個 檢驗看看它是不是這種分佈的 第二個 如果它是這個分佈 那它的參數是多少 OK 有工具幫你做這個 在R裡面 是吧 這個才是你用機率的用法 對不對 是嗎 實證上我們看到分佈長這樣 那它到底是 它是binomial嗎 還是geometric嗎 還是什麼 然後 找到一個分佈之後 那分佈裡面的參數它會順便幫你算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你既然已經算出了這個理論分佈 那麼因為你的實證是這樣 這個是現在已經發生的事 如果未來發生的事跟現在一樣 我就直接拿我剛算出來的那個理論分佈下去做推論就可以 對不對 對不對 是這樣才是我們機率的正確用法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學機率兩個比較重要的用法 其實 其實 是人家的數學要做好 然後我們現在有工具 在R裡面給我們這個工具 它不斷讓你操作這些理論分佈 對吧 在DataCamp那個課程裡面教大家怎麼樣操作這些理論分佈 並且它提供一個方法讓我們做模擬 提供一個方法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把實證的數字轉為 跟理論扯上關係 然後因為你把實證跟理論結合在一起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這個理論來幫你 做預測啊 做策略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這個才是我們 這是我們這個課程跟一般教機率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會比較重視的 不是你怎麼樣推啊 我們也不要你計這個公司這樣子 我們會把力量放在這一邊跟這一邊 這樣知道嗎 因為這裡有工具嘛 工具好了你就拿來用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講過的 對就是機率 應該我們不要講機率分佈的應用方式 我是說機率這整套學問在我們商學裡面 假設你要用應用的角度去看它 你應該看到剛才那三種不一樣的使用方式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稍微演練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課程裡面一直上到第18週 基本上我們會一直反覆用這三種方法這樣 對嗎 然後接下來我要 然後再說我們如果要做抽樣模擬的話會怎麼樣做 還有更重要的是我會帶你們做我剛剛做過那個東西這樣 對嗎 意思是說我不會 我不會跟你講說假如這個東西符合 假如這個東西符合 假如這個東西是二項分佈 然後N是多少P是多少 然後叫你求分佈 我會給你一個分佈的數量這樣 那你這個到底是哪一種分佈 是嗎 意思是這個方向才是我們真正在商業裡面用到機率比較長的方向 沒有人會跟你講我這個分佈是什麼分佈 如果你運氣好你可以找到一個理論分佈 Match到它把參數算出來 如果運氣不好都找不到這樣 那你就必須要回歸到我們現在接下來馬上要講了這個實證分佈的應用方法這樣 這樣了解嗎 OK 那事實上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教機率 我們這課程裡面教機率比較不一樣的 那就是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這樣 推論統計還有一些別的重點這樣 好比說抽樣分佈啊 大數法則中央極限定理啊 統計檢定 其實這個東西也很重要啊 那 那我們現在時間有點緊張這樣子 我現在在考慮說我到底是錄一個影片給你們看還是 好比說下一次上課我們再挪個半截出來講這件事 挪個一截來講 你說我這一截講得完嗎 就相信我 一定可以因為我們不會用到太多推論統計的東西這樣 我們剪一些我們要用的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還是要去上那個 系上的統計的課 因為他們才會花一學起教你知道嗎 那我這邊只會剪一些 我在課程裡面會用到的東西跟你交代一下 假設在R裡面怎麼用 好不好 不然講不完啦 好那一樣我們講這個的話 我假設要講一節或者是我錄影片 我原本上也是會把它放在商業應用上面 把重點擺在這裡 好啦所以這是今天我們的內容 來 我說我們要帶大家看一個實證分布 好我先 我就 我們今天剪的這個 我有跟大家講過說我們今天有一個這個模擬程式叫老中石 你怎麼到這個老中石來呢 你到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 咦 那裡 你回到我們的這個 browser 你如果如果來這裡 這是第六單元嘛對不對 那第六單元往下 這裡就有一個老中石資料按鈴的Shiny App 它其實是一個APP來的 它是用R的 一樣是一個RMD RMD你執行之後就會跑出來 剛才那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不會很難這樣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 這個課程裡面cover它怎麼做 它其實蠻簡單的 我說啊我說寫到這樣的一個東西才200頁而已 其實 大家可以試試如果 想要做的話 好那我們來看看 這進來的話是分成好幾頁就有點像一個網站一樣 一個APP寫起來又像一支網站一樣 它第一頁是故事啊 怎麼會變這樣 這其實是 我只是好玩做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方式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現在其中要比賽 其中要比賽我們今天就公佈 哪一個資料怎麼比這樣 那我們會要你 反正比的時候我們不限制你的形式這樣 你就可以用你覺得怎麼樣漂亮怎麼樣好表的好 這會是其中一種方式 這個方式的好處是你可以把影片啊 這個文字啊圖像放在一起 不是想要這樣 太假了 這老裝飾是一個噴泉啊 你如果去惡害歐種 惡害歐的話 不對是玩歐名比較難做 他這個桌最出名的就是這個噴泉啊 他這個他是一個尖削泉 意思是說他會噴一噴到水 等一下 合一陣子又會噴一下 合一陣子又會噴一下 好 然後 好我們不要管他了就是 其實我們是要做這個啦 只是 一開始就講這個好像很無聊 這樣我稍微 加一點那個 不好意思啊這個字實在是有點小 我一開始